剛才正在問康華是否真的單身 真的嗎?單身 怎樣?把字拆開來講?是不是有寓意的? 是真的單身的,一向都單身的 單身的意思是未結婚,還是未有男朋友? 我沒有拍拖,沒有結婚,沒有男人 不肯有男人 不肯有男人 不是這樣的,我一向都不太注重這方面 小時候當然是覺得人家有就應該有 好像一個自然有,你有飯吃我沒理由沒有飯吃 吃飯來可以代替,很好 好像這樣,我根本都不明白,什麼叫一定要有男朋友 男朋友用來做什麼 我覺得以前的概念不是很明確,應該是這樣說 現在我覺得我已經很大了 一年一年成長,現在直步向老邁 但是我開始有智慧 開始才慘啊,現在才開始有的慘 沒錯,就是慘在這裏 雖然遲就遲,遲就遲一點,比沒有好 一定有,放心 我就覺得很清晰自己,我到底喜歡什麼 我應該要做什麼 所以我一直在感情方面,我就覺得順其自然 不用太強求 原來我以前只是覺得人家有我就要有 不正在一起,我根本都不明白這方面的事 現在我就覺得,原來是這樣的生活 原來工作什麼,這些感情的事,就硬來就沒有幸福 勉強就沒有幸福 我覺得也不需要,多年我都是自己在這裏 做事,賺錢,照顧父母,也是這樣生活的 還不錯,很舒服,也不需要交代 因為我是一個很怕跟人家交代的人 我覺得什麼都不用解釋 總之我做我的事,過我的生活,照顧好我的父母就可以了